哈囉大家好我是Vadjo 最近中共又對台灣有些動作了 我們先從現在的國際外交局勢來看 再切入中國的內政對台灣的政策 增加了什麼與改變了什麼風險 再講到台灣層面的分析 首先美國最近派出了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 到訪北京會見中國外長 軍委副主席張又俠 以及我們偉大的聖上 而王毅與張又俠 多次對蘇利文三番兩次提到 你想要亞太地區和平穩定 那就必須共同反對台獨 請美方停止軍售給台灣 並轉而支持中國共產黨的和平統一 那我們來看這段張又俠的嗆瞎畫面 看完這個會談我們可以發現 中美會談是美方要求的對吧 而中國方則是宣傳成 美國跪舔慫樂 實際情況真的是這樣嗎? 我們可以看到美國的媒體解讀為 這場中美會談是選前 可能為拜習會再鋪一次路 能更加顯示自己比共和黨有談判能力 有解決避免武力衝突的危機 我們還可以發現前幾個月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也是訪問了中國 同樣被小粉紅嗆是跪田 想要跟中國示弱 但是布林肯一回國 馬上 歐美各方 甚至印尼土耳其宣布跟進制裁中國進出口商品 還有電動車 而加拿大也在最近這三五天 加入了100%關稅抵制中國戰中 隨後就是太平洋聯合軍演 所以美國政府真的是主動找了幾次中美會談 去示弱於中國嗎? 這是向示弱的表現嗎? 我認為這是民主黨一貫以來的操作習慣這樣先禮後兵 結果你們知道中共媒體跟舔共的台灣媒體 是怎麼報導這場中美會談的嗎? 這些中國媒體稱 蘇利文表示 美方堅持一個中國 不支持台灣獨立 不支持兩個中國 不支持一中一台 這明顯話就沒有說清楚了 因為很多媒體把前面的報導 是先報導中國的觀點 然後再共同發表我們取得的共識 那這個就會讓人家看文章看到變成 喔美國好像反對台灣獨立喔 美國好像想要讓台灣變成中共國的一部分喔 媒體跟小粉紅是不是在意義什麼? 一方面宣傳美國棄台論啦 美國不支持台獨啦 諸如此類的 當然這個台獨的定義是什麼? 台灣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們現在有這個清楚的認知 而一方面小粉紅或是舔共的台灣人又痛罵 美國賣武器給台灣 台美又有官方連結 這個我就看不懂 所以是想要怎麼樣?神也是你們 鬼也是你們 一下美國又棄台啊 美國很壞 一下美國又賣武器給我們 跟我們加強台美關係 美國又很壞 所以要怎麼樣嗎? 不理我們要罵 理我們又要罵 而且美國今天賣武器給台灣 並不是用來侵略福建 或是侵略什麼 呂送倒菲律賓之類的 是吧 跟你中共 賣武器給 俄國 賣武器給中東 主動打烏克蘭 主動率先打以色列 也是一樣的邏輯嗎?這個就是故意玩弄那些沒有時間去讀英文報章雜誌以及美國新聞查證的台灣人 藉此來給大家一種美國不支持台灣的立場 事實上我看了美國各大媒體的報導 包含美聯社與美國之音 還有其他海外媒體 都顯示 這次美國與中共洽談的議題呀 在台灣 與菲律賓 南海的分歧之外 還有印太地區的和平 甚至是中國 支持俄國的問題 這些 美方都與中國有巨大的分歧 所以有了這個分歧 怎麼又是有取得重大的共識呢? 中共媒體也沒有提到美國強調的俄國問題 說到這個美國到底知不支持中國說的一中政策 而美國他是不是像中共媒體說的那樣 支持中國的一中原則 事實上美國自古以來強調的是一中政策 而中共卻常常把美國的一中政策偷換概念成一中原則 美國的一中政策是什麼呢?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這邊土地上唯一合法的政權 台灣是不是一個獨立國家與你中共無關 而中共的一中原則是什麼呢?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 中國這邊土地唯一合法的政權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而這個中國他剛剛已經定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然後舔共媒體呀 就會寫成 美國支持中共說的一中原則 因為其實一般人呀 會被這個一中原則跟一中政策搞混 甚至覺得這兩個一樣 因為這四個字看起來很像 是吧 就像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大家四個字跟七個字也常常分不清楚 是吧 說完美國方面呀 我們再來說日本 近日啊 中國軍機擅闖 日本長崎男女群島東南外海領空 兩分鐘 遭到了日方軍機的強烈驅改 日本政府 表達強烈抗議還照見了駐日中國使館人員來解釋 同時間呢 日本組成了跨黨代表團在北京與中國的人大委員長趙樂際會談 其中也強烈表達反對中共隨意入侵日本領 以及中共藉由所謂的核廢水議題 禁止日本水產品進口到中國 結果 中國卻讓自家的漁民 大量的跑去日本領海捕魚回中國 而這也是近這一個月 日本很多電視台在講的 邏輯矛盾的問題 如果日本的海域 因為核廢水 導致這麼危險 而且中共在去年說 一年後會漂到中國的海域 那也就是說 包含中國沿海 甚至整個太平洋靠近日本這個部分的海域 通通都是有嚴重的核廢水污染 那理論上這邊都不該去捕魚了 這不就是邏輯大矛盾了嗎 而說說中國方面 習近平不僅在北大海會議之後沒有被奪權 甚至搞了一個習近平經濟思想研究中心 確實啊 該好好研究一下 到底他是怎麼領導 可以把二三十年的改革開放 加速倒車 還準備推出什麼房屋養老金政策 來收割韭菜 有興趣的可以看我這條影片 中後半段講解的部分 而我們還可以發現一個很好玩的現象 2015年同樣是民主黨 歐巴馬執政時期的 中美關係 以及現在拜登執政時期的 中美關係 從這張對比圖可以發現 習近平 中心思想的權力是越來越大 以前接待外賓是平起平坐 現在是 主次分明 而這個不僅僅是習近平對外交人員的 做法 之外 習近平對自己國家的官員 甚至 近期會見一些 包含香港的區長 也是這樣 全力顯示 甚至搬上的 類似 木頭龍椅的 這種 座位 而我們發現中國這片 土地上的國家 並不是 因為歐美覺得你中國 會崛起會強大 害怕你 而去 掠奪你 去侵略你 而是因為 耍流氓 你們去翻翻大清以前 接待外賓的歷史 也可以發現 就是因為你多次的耍流氓 不遵守條約 所以你挨打 像鴉片戰爭 簽的那個 南京條約 英國也要求 大清應該要保障 自己百姓的人權財產 但是大清有遵守到嘛 我們對比同格時期的大英帝國百姓 跟大清帝國百姓 對於人民法治政府保障人民 大家可想而知啊 如果你說英國是要欺壓中國百姓的話 為什麼希望大清政府要遵循 愛戴自己國家人民 注重人權呢 而鴉片戰爭更多的當然就是 自己地方的商人以及官員 一直想要賣這個鴉片 這個才是最核心的問題 他們想要讓大清打輸 然後開放 這個有興趣的我們再花時間講 所謂的 應戰那種 都非常的消極怠惰 因為他們希望大清打輸 他們才有油水可以撈喔 而我們還可以發現 這次習近平跟美國蘇利文會見時 提到了 中美作為兩個大國 應該對歷史 對人民對世界負責 成為世界和平和穩定發展的共同推進器 確實啊 這個推進器只是你是推反方向嘛 是吧 那各國需要團結而不是分裂對抗 人民希望開放進步 而不是封閉倒車 這何其的諷刺 若不標上你們的名字 我都以為是中國人民想要對習近平的怒吼 尤其是最後一段 封閉倒車 越缺什麼越講什麼 你就是總加速師啊 我跟你說中共倒台的時候 你最好跳出來說 你是美國或是台灣的間諜 一心匡富憾斥 不得以用這種方法 才能讓中共土崩瓦解 這個時候我一定封你為反共第一人 好啦開個玩笑話說回來 你們若有多多關注這幾年來的中美會談 會發現還是老生常談對吧 一樣基同鴨講 雙方是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 做出了這場表演 那雙方該做的還是會做 美國還是會加強對中國的圍堵 而中共還是會繼續的圓俄 繼續的加緊打台灣計劃 那我想民主黨應該跟習近平透露出一種 你們應該支持我繼續執政才對 因為如果你連我的圍堵政策 你都頂不住 那川普上來要多瘋有多瘋啊 說不清 而最重要的也是 中美會談這次美國嚴正的提出 關於非法移民的問題 OK那這個非法移民是美國人非法移民 大量的到中國去 還是中國的那些走線科大量的到美國去 那這個就可以看出 到底哪一個國家才是 人民之所向往 不管你網路上看到 美國所謂流浪漢 或是所謂的砰砰砰事件啊 中國那些走線的人 以及中國高官的子女 在哪裡 這才是最好的證據 哪個國家才是未來 而如果我是中共高層的話 我會請向這次民主黨 畢竟續命的時間跟能運用的空間 是比較長的 而川普是保護美國最大派利益的右派 而這也表示會讓 中國以及香港的經濟加速崩解 那對於我來說 民主黨是低風險低報酬的投資 而川普是高風險高報酬的投資 這兩位的抗中路線我都非常支持 但至少比起國民黨來說 這兩黨在外交上都做得比 國民黨對中國政策好太多了 國民黨根本看不到車尾燈了 而大家知道意外的是什麼嗎 看市場最準啦 中國的A股 在 美國官員的結束行程之後 罕見的跳漲 而拜登政府的意圖也很明顯 要中國在大選前 在台灣以及南海 俄國的問題上不要搞大動作 接下來說一下台灣 剛剛前面提到的國民黨 也在同時間派出了夏立賢出訪中國 在江西與中國國台辦主任 宋濤進行見面 雙方共同強調反對台獨 堅定九二共識 台海才能和平 馬英九前幾天 在泰國飯店演講的時候才提到 台灣是一個民主國家 大陸應該也成為一個民主國家 請問這是不是台獨呢 是不是沒有堅持九二共識呢 馬英九是否開出黨籍 當美國在努力與中共 表達相左意見的時候 美國拒絕讓中共 代表台灣 統一台灣的時候 你們國民黨 卻拍代表團跑去說 我們中國國民黨 與中國共產黨 反對台獨 你是游泳過去中國 所以腦袋進嘴了是嗎 最近葫蘆島半夜 泄紅被淹 你跑去玩水啦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內容 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九 下次見了 拜拜